在家里怎么养好薄荷盆栽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薄荷应该怎么养 那薄荷是一种深受大家喜爱的绿植 就在于它的叶片天生就带有香味 而且不仅养在家里很香 薄荷还可以采摘下来来泡薄荷茶 实用性也很强 但很多人不会养它 养着养着就出现大面积黄叶、黑叶、叶片脱落 最终不到一年就把薄荷养死掉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薄荷的习性所导致的 那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薄荷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一步到位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看到的就是一盆薄荷的盆栽 我们来讲解它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薄荷对光照的需求是怎样的呢 很多新手第一次养薄荷的时候 特别喜欢把它摆到室内养护 其实这是严重错误的 因为薄荷并不是一种洗阴耐阴的植物 它是非常典型的洗阳植物 意思是说它需要充足的阳光才长得好 那很多新手说不对啊 我在室内养它好像也没有死啊 我告诉你短期的确不会死苗 但是会出现以下几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呢,它的生长速度会非常缓慢 如果你摆两盆,一盆在户外晒太阳 一盆在你的室内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 户外晒太阳的长得快的多的多的多 至少三倍以上的生长速度 第二个呢,在室内养的薄荷 香味就没有那么浓郁 缺乏光照啊,它的香味会大打折扣 而户外的薄荷 你哪怕不碰它 站在它旁边都非常非常的香 所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养薄荷是一定要晒太阳 薄荷才能够养得好 这是养好薄荷的第一个前提 好了,接着我们讲薄荷的第二个技巧 就是它的浇水方法 那薄荷它怎么给它浇水呢 我们要了解它的习性啊 就是薄荷这个植物非常的洗水 你哪怕给它多浇一点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如果让薄荷缺水呢 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萎粘和枯萎 所以它不能缺水,多一点都没事 如果大家经常养薄荷的人就知道 薄荷甚至可以养到水里 可以水培都行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多么的洗水了 所以这种植物浇水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浇水前我们用手摸一下土 如果土壤有一点点干燥的感觉 你千万不要等到它干透 只要摸到土壤觉得干燥 立马就把水给它补充上就行了 你采用这种方法浇水 它就可以达到永远不缺水 也永远不会积水的现象 这就符合薄荷的生长习性了 你每次浇水 不要随便这样浇一下就完事 要多浇一下 一直要把它的盆土浇透 每一次都这样 这样就符合薄荷生长的习性 它会长得特别特别好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薄荷对土壤的要求 以及换盆的技巧 这是习性三和习性四 首先说土壤 薄荷这个植物不挑土 什么土都能种 你户外挖的土 田园土能种 家里高端的阴阳土也能种 什么土都行 所以这是它非常大的优势 那下一个习性就是薄荷的换盆技巧 我们家庭养薄荷 要不要换盆 什么时候换盆呢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我们一般养到一年以上 就可以换一个花盆了 因为薄荷它花盆长满之后 你换一个大盆 给它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它可以在未来长得更大 很多新手都以为薄荷只能养一年 这是错的 它每年都可以重新的发芽 哪怕冬天全部都枯萎掉 开春又会重新发芽 所以你一年换一次花盆 每一年它就能长得更大 所以你想让你的薄荷 长得多长得大 像这样长爆盆 那么一年换一次花盆就行了 换花盆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你原来的花盆用什么土 你换盆就尽量选择什么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 这样它更容易浮盆 会长得更好的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薄荷 对透气性的要求 薄荷这个植物是比较喜欢开放通风的环境的 有贯通的风能够吹到它 这样更有利于薄荷的生长 那在封闭式的环境 封闭阳台能不能养呢 想养也是可以养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三个技巧 第一个 我们在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尽量要让薄荷靠着窗户来养 最好跟窗户的高度平行 就是你拿一个花架 然后把薄荷摆到花架上 花盆跟窗户的高度是平行的 这样风能够从窗户直接吹到它的土 这样是非常有利于它的生长的 第二个技巧 就是封闭阳台栽培的时候 你不要把所有的花都跟薄荷挤在一起养 这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比如说你还养了什么枝子花 茉莉花 杜鹃花 茶花对不对 你全部挤在一起会大大影响薄荷的通风性的 植物跟植物之间一定要保持一些距离 这样才有利于薄荷的生长 第三个技巧就是封闭阳台养的时候 每次给薄荷浇水之后一定要开窗通风 因为浇完水之后花盆内水分非常多 不通风容易蒙根浪根 那开窗通风就可以大大减少这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在封闭阳台不通风环境养护需要注意的三大技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下一个习性 就是薄荷的施肥技巧 薄荷这个植物天生就非常耐贫瘠 对肥料需求不大 哪怕你不给它施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要光照充足 它可以从光照当中吸收光合作用积累的养分 来促进自己生长 哪怕没有肥料也能够正常的生长 所以这个植物对于新手来说 你不施肥完全没有问题 懂了吧 所以很多懂薄荷的花友啊 把它称为杂草类的植物 跟草一样 丢到户外成片成片的长 没有人管它 没有人施肥 照样长得好 但如果你需要你家里的薄荷 快速的长爆盆 快速加快它的生长 你有这种需求 咱们也能施肥 施什么肥料呢 你可以用三元复合肥就可以了 因为三元复合肥 复含氮磷钾三种大量元素 能够全方位的提高 薄荷的生长速度 那这个肥料 我们用的时候给薄荷怎么用呢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准备一个勺子就可以了 然后每次呢 每隔20天 你就咬一勺 往它的花盆里 撒一勺就可以了 每次浇水啊 你就故意往它 有肥料的位置浇 这样你每次浇水 它的肥料都会被稀释 然后呢 被薄荷所吸收 大大提高 薄荷的生长速度 所以如果想促进生长的花油 你可以用三元复合肥 每个20天试一次就行了 好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薄荷的过冬技巧 那薄荷这个植物啊 它在南方的时候 是可以露天过冬的 其实是非常好养的 只不过很多新手啊 它养的时候到冬天啊 南方的花油 它可能会出现什么呢 就是所有花盆以上的叶片跟枝条 全部枯萎掉了 很多人就以为薄荷死了 就把它扔掉 这绝对是错误的哈 我刚才也讲过 枯萎了没关系 开春以后 在南方它又会重新的发芽 而且第二年发芽会更猛 长得更壮的 所以千万不要冬天看到枯萎 就扔掉它 这个是多年生的植物哦 千万别扔 这是错的 好 那在北方养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它在北方是不能够露天过冬的 因为北方太冷了 它会冻死的 所以北方花油呢 一定要在室内过冬给它保温 那除了第一点保温的工作 我们还要注意第二点 就是冬天的时候呢 需要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啊 气温太低了 它的生长代谢非常缓慢 血水量减少 如果这个时期 我们还大量浇水啊 非常容易造成根系冻伤 或者浪根 所以冬天我们要等到 它盆土干透了以后 少量的给它补水就行了 要进一步的控制浇水量 好的 这期关于薄荷的课程啊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一木 我们下谈课程 再见啦